蓝忘机走到她面前,动作很自然地拦腰抱起她,往屏风后的内奸走去,又把她轻轻放在了软榻上。 魏无羡,接着,蓝忘机为她脱靴除袜,解下外衣,然后在她旁边躺下,再替两人都盖好被子后,才到,害时到,休息。 魏无羡没有怀疑蓝忘机要趁机对她做什么,但是面对蓝忘机这一连串不按牌里出牌的举动, 她只能一直面无表情等于等于,魏无羡真不知道要不要感谢蓝家人那可怕的作息规律。 静待片刻,身侧之人的呼吸变得绵长均匀,显然已是进入熟睡。 魏无羡睁大双眼瞪着青蓝色的纱帐顶,没有半点睡意,只觉烦躁不已。 她无意间转过头,发现蓝忘机睡得很沉,一时怒向心声,伸出手狠狠地拧了一下蓝忘机的脸颊,恨恨地说,害人惊,祸水。 她心烦意乱地睡不着,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,却毫不自知,还睡得格外香甜,真是,手痒得好想揍人。 魏无羡想了很多,又像没想什么,迷迷糊糊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。 临近清晨,哐浪一声清脆的声响,瞬间就让魏无羡清醒过来。 她一手俯上腰间的沉情,紧觉得朝床头望去,怎么回事? 一入幕,就是蓝忘机那张熟悉雪白的面容,她松了一口气,放下警惕心,懒洋洋地说,是你呀,蓝湛。 蓝忘机将在原地,衣上微乱,一觉醒来,发现身边还睡着一个人,还是心心念念的心上人,这冲击力度不是一般的大。 她难得手足无措,昨晚,我,魏无羡理智也回笼了,她轻轻挑了下眉,昨晚,蓝忘机喉结微微一动,我,我做了什么? 魏无羡翻身侧卧,单手之鹅,衣巾滑下一大半,露出圆润的肩膀和明显的锁骨,她狐疑地看过去,昨晚的事,你不记得了? 蓝忘机别开眼,艰难地点点头。 哦,魏无羡想了一晚上的话,全部给堵住了,却觉得这样也不错。 不记得也好,因为她真的不知道该用何种面貌去面对蓝忘机。 同时心里也有一点别扭,我被你搞得心神大乱,特么你居然说你,不记得做过什么事。 魏无羡撇开那点子情绪,半真半假地说,昨晚你可热情了,拉着我说了一堆有趣的话,你说你很喜欢,蓝忘机神情已至。 魏无羡微眯眼,兔子,还养了好多只在云深不知处的后山。 蓝忘机心里松了一口气,耳边又传来魏无羡的声音,还有,你特地写了一张字句,非要强迫我收下。 蓝忘机愕然地抬头,魏无羡甩出那张指尖,伸到他面前,道,诺,自己看。 又真心诚意地建议,蓝战,以后你还是不要喝酒了,不然哪一天你真的会把自己给卖掉的。 蓝忘机不明所以,心跳微微加速,他接过指尖,一目十行,很快就看完了指尖上的内容,浅色的眸子样起一片连衣。 静默片刻,他却只是道,你吃什么?我去端些招式过来。 魏无羡缩回被窝,摆摆手,不吃了,我要补眠。 韩光君,你请自便吧。 被子一舞,万事不理。 似乎有一声很轻的叹息声,然后就是出去关门的声音。 魏无羡翻了个身,困意一阵阵地涌上来,便不再强撑,很快就陷入了黑田的梦想。 这一觉,魏无羡睡到晌午才醒过来。 洗漱过后,他望着窗外晴朗的阳光,心情仍是很烦躁,但是却突然来了想要作画的兴致。 他便换来电火计,让去书局买些颜料宣纸回来。 魏无羡他们入住的这间客栈位于县城最繁华的地段,店铺林立,不消一刻钟,电火计就送来了一整套作画的物食。 魏无羡接过东西,又倒过谢,才转身回房。 他正作于书案之后,铺开洁白柔韧的宣纸,一边磨磨,一边构思待会要画些什么。 思索了一会儿,魏无羡决定画一幅桃李征颜图。 在心中打好副稿,他捏起狼好小笔,细细地勾勒起细腻的线条。 明亮的光线照进屋内,铺开的宣纸上,赫然画好了树枝曼妙的桃枝和一簇簇妩媚的虫伴李花,笔横如行云流水,细而不弱。 书卷自若,流畅不至,足见作画者的比例极为不俗。 中途蓝忘机推门进来,魏无羡也只是点头致意,并未说话,然后就忙着用艳丽的粉色。 紫红,暗红对花瓣勾染撞色,接着是浅浅的青色提染绿叶,每一笔都画得极为用心。 最后,是依靠巧劲和落笔的角度点上娇颜的花蕊。 不知不觉,日透已是偏息,魏无羡放下笔,看着画好的桃李征颜图,嘴角微勾出一抹笑意,显然心情极好。 以前他心情烦躁时,要么去练剑,要么去作画,如今他无法练剑,也只能靠画画来平复心情了。 蓝忘机坐在另一侧,见魏无羡停笔,便抬眸望去,细细品鉴一番后,才由衷夸道,画得极好。 顿了下,他又道,你的画迹,师从何人? 魏无羡伸手摸了摸画纸的边缘,轻笑道,不是什么有名的大家,只是云梦一个教书的老先生。 他来莲花物教我们师兄弟任字习画,我耐不住性子,经常在课堂捣乱。 老先生知道了,也没生气,反而有心教我画画,说我即兴重情,握笔又稳,是个画画的好苗子,不让我随意糟蹋天分。 他教了我们三年多,后来身体不好,就辞管回了老家。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,就会画上一幅,调剂调剂。 狼忘机有心想问魏无羡为什么会心情不好,可是看着魏无羡的笑容,发现不去寻根究底,只要他能开开心心的,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于是,他又看了一眼铺开在桌上的桃李征颜图,色彩艳丽,笔法精细,是一幅难得的尚好佳作,扯开话题,你很喜欢书画。 如果不是真心喜欢,怎会画得如此好? 作画和练剑一样,天赋再好,亦是要勤修不绰,日复一日地练习,才能有所成效。 魏无羡无所谓地笑了笑,大概吧。 蓝忘机道,为何以前不曾见你动过笔? 藏书阁魏无羡为他画的小像,严格意义上来说,只能算是涂鸦之作。 魏无羡眼神闪了下,想想也没什么不能说的,就轻声道,那时除了我,还有江城和其他师弟一起上课。 江城见老先生私下教我作画,他一向不服输,也向老先生求教画计。 老先生脾气好,一个是娇,两个也是娇,就同意了江城的请求。 只是,江城在画画制上面,真的是毫无天分。 有一次,老先生点评他的画,说是过于降起,像是绣花样子,不幸被于夫人听到,说到这里,他摸了摸鼻子,含糊道,于夫人很不高兴,后来,我就极少在人前作画。 蓝忘机微醋眉,于夫人罚你了。 魏无羡移了一声,你怎么知道? 蓝忘机了然,罚贵。 魏无羡不解,转念一想,连温情都能听到那些不堪入耳的留言,那么能传入姑苏,也不是不难理解,于是笑道,都传到你家去了呀。 的确,于夫人确实三天两头就罚我。 她,停了下,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,她脾气很坏,动辄打骂不休,还几次三番地,出言羞辱我爹娘。 于夫人,不算一个很坏很坏的人,但是,我很讨厌她。 蓝忘机看向魏无羡,发现她神色有些不对劲,犹豫了一下,还是伸出手来,握住了她的。 魏无羡仍然在继续说话,像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在质问。 江叔叔对我很好,可是一提起我娘,整个莲花物就会陷入一片大吵大闹之中。 师姐对我很好,可是于夫人是她亲娘,她根本做不了什么。 而江城,她确实有维护过我,但现在,她却容不下我。 蓝忘机很担心,她用力地握紧魏无羡的手,神色有几分焦虑。 而被担心着的魏无羡,却笑了起来。 魏无羡平日里笑起来的时候,眉眼弯弯,笑意灿然,很能让人心生好感。 而此刻她的笑容,却显得异常地洒脱和肆意。 我真的很蠢。 魏无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清自己。 她以为莲花物是她的家,然而她忘了她不姓江。 她以为于夫人只是不喜欢她,但也没有真正做过什么要害她的事。 完全没有想过于夫人的一言一语曾经给她父母带来多大的伤害。 而这个女人,却是江叔叔的妻子,师姐和江城的亲生母亲。 她以为自己无所不能,在战场上以一笛迁,威名赫赫,无人能敌。 实际上她身边的阴谋陷阱数不胜数,她早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妻子。 以前的她,愚蠢得简直无可救药。 但她不后悔。 好的是她,坏的也是她。 人无完人,她能做的,就是坚持自己选定的道路,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。 未无限神情是难得一见的温柔。 我找到了我要走的路,也遇到了真心以待的人。 我不恨他们。 就此,一别两宽,各自安好。 等下来。 好